大家好 歡迎來到志富BuyAndSale 我是俠志巴仁 今集會跟大家說一個港島區的茶飲店 而它有什麼賣點呢? 首先很多人找生意 現在都是打了一份工作 看看有沒有發展的機會 或者去投資某一類型的生意 最主要是不想投入全新下去 變成他們很多時候找了一些自動的 不用理會 首先坦白地跟大家說 如果一門生意 你買回來後 完全不需要打理 不需要理會公司 直接錢會每個月放在你褲袋內 真是少之又少 不是沒有 但非常之少 買出來的價錢也相對地高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即是如果一間自動的購物 是完全不需要理會 不需要你管理層 不需要你去打你盤數 亦都有會計 有帳戶 每一年都可以賣到幾十一百萬給你 你想想它究竟會賣多少錢 即是甚至你身處海外也好 不需要接公司電話 想得很完美 但實際我都可以跟大家說 不是這樣的 說一些投資型的盤 我個人認為你都需要打理 但你需要投放的時間 不需要那麼多 不需要每一天 或是去看店 或是你自己都要幫忙沖茶 遮水 或是做服務 這些全部都可以安排給員工做 你不可以出發糧 你有套制度 你有一個很好的管理文化 其實是做得到的 但為什麼我都說要做呢 就是因為你要做好管理的部分 管理什麼呢 就是管理你的員工 管理他們的行為 言行舉止 或是整個公司的 policy 而這個盤正正是 它是一個投資型的盤 但不等於是不需要工作 冬主每個星期 都要回去一兩次 去視察 巡一場 或是看看生意 或是跟員工聊天 你都要了解一下 究竟現在的生意狀況 究竟真實下來是怎樣的 今天講這個盤 它就是SK7898 不覺投資型有利潤 珍珠奶茶店 它現在賣的價錢 本身投資型的盤 相對的價錢應該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管理的時間少 也將錢賺錢給你 現在賣的價錢 只是25萬8 因為賣家的想法比較多 如果你說 其實我跟著做都可以的 我又沒有太多想頭 飲品、食物等 去吸引一些新的客人 你可以跟回以前的方法去做 你就可以賺到這個錢 其實它希望退出品牌之後 發展自己的台式貨物店 所以就賣出去 它的租約是2023年 最主要的產品就是珍珠奶茶 東主投資性質的管理 每個星期下去一次 還有8名員工幫他做 全部都有上班 有工MPF 因應季節和時間 人工的上落會有相差 全部員工因為是兼職 他們都是想打工的 所以所有員工都不會帶走 在各個區做事 然後這25萬8 還會包了甚麼呢 當然啦 熱水爐 製冰機 封口機 冰櫃 收銀櫃 冬櫃 茶機 製冰機 洗手盆 炸汁機 冷氣 POS CCTV 這些全部都會賣給你 飲品成本大概28-33% 平均每個月做到的營業額 就是195200元 大約人工的支出 一個月是25000元 24000元 然後是20000元 當然會隨著月份的變化 即是冬天的時候可能會少些人 夏天的時候就要多些人 就會再安排 如果你說到夏天的時候 可能會出37000元糧 其實這個盤有甚麼好處呢 基本上它的外賣平台 是十分強勁的一個生意回道 佔了50%佔比 是在外賣平台Apps 去做 大家都知道 用外賣平台Apps 去做是要分一部份錢 給外賣平台 但是一般你會直接 在售價那裏加上去 等於 每買一杯就大概九折 其實都是賺的 195200元 扣除了租金四萬元一個月 然後人工開支 32200元 減掉所有食材和招民箱收取的專利費之後 收多少錢呢 就是盈業的5% 大概9760元一個月 NPF 運輸費 倉租 這些交替之後 正餘的就有16000元左右的利潤 這個盤相對上就是簡單輕易接手 你也可以直接轉名字 就是那個支援商的一個加盟服務 你可以繼續跟他叫貨 拿貨 或者繼續做這個生意 用回他的公司名字 如果你想知道在北角哪裏 或者可以下去看看 記得打給932那邊的同事 92932 932 他們同事就會直接帶你去那個場合 看一看 今集的時間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什麼關於生意上高的想查詢的 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按訂閱 還有什麼最新的資訊 第一時間可以告訴你 今集的時間到這裏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拜拜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啦 記得按鈴鈴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條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不同類型的生意加盟講座 請click下面條link報名 OK